我扮老妝嘛 我扮得很老很老 坐在 因為像我們拍戲 像拍電視 在大陸拍 是自己要背椅子去現場的 他劇組不會幫你準備椅子 說讓你坐 那我就扮老妝 坐在那邊 然後你要說 住看 不要坐林志穎的位置 住看 你到別的地方去 我... 林志穎這個娃娃臉 很多年了 我... 從小到大都這樣子 娃娃臉在你出唱片 這條路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你懂為什麼 戲劇 會代表你自己 但是在戲劇上 可能就有一些問題 因為有些角色 可能因為你的臉太年輕了 或是太秀氣了 沒有辦法接 那你對這種狀況的話 你會不會很... 當然會有一些適不適合的戲 但是通常這種戲 適不適合我去演 那你就不曉得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我在挑的戲 會選擇一些我... 跟我自己可能想法比較符合 我自己喜歡的 你是那個娃娃臉那個 老一輩娃娃臉 那請問一下 你當年接戲有沒有這些麻煩 而且你還不只娃娃臉 你那個臉還有點像老外 你懂我意思 因為你有德國人血統 對 我就有一次就... 自己很主動跑去找一個製作人 我說製作人 我...我想... 有沒有機會試試看這種愛情戲 他說... 你到底幾歲 你長這樣怎麼演愛情戲 他說我真的會演感情戲 不行啦 你那看起來像十七八歲 你找... 現在哪一個紅的女演員能跟你搭 哪一個在你旁邊不是像你姐姐 我知道 結果又跑回去演軍照片 對啊 那時候真的... 就覺得... 對啊 娃娃臉 我們在台灣啊 一個劇組大概... 三十個人 很多了吧 多 在台灣 算是一般的編制啦 那大陸呢 一百多個吧 隨便就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 一百多人在那幹嘛呢 聊天 因為它有很多 譬如說美公主的 製作布景道具我們是看不到的 對 他們都在倉庫 幹活嘛 對啊 但是那個現場啊 也是將近一百人吧 差不多 對啊 現場也將近一百人 但是... 吃飯的時候你就知道 對 吃飯的時候人都出來了 吃飯人... 講得好恐怖 吃飯了 下面也爬了 吃飯了...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也是啊 因為人家來幹這個活就是... 對不對 吃飯時間當然是 都出來 怎麼能放過呢 我們台灣劇組吃飯不是就是 兩三代便當 對... 我們大陸拍戲 它是那個大籃子啊 七八籃推進來啊 那個湯就是湯筒啊 那種這麼大的湯筒啊 湯筒啊 飯筒啊 什麼都有啊 我甚至還拍過什麼 一到劇組報到 就發給你像那種 當兵的那種鐵碗有沒有 然後你就自己要帶著去現場 然後呢 好 放飯啦 然後你就開始排隊去打飯 那他們就一個飯啊 一個菜一個菜 吃完之後回去再自己洗一洗 其實他這個規模 滿像好萊塢的啦 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因為每次拍戲 其實是很破壞地方的你知道嗎 嗯 便當到處丟 我都覺得很破壞環境 真的 反正應該這樣弄 應該是這樣弄 吃完大家洗一洗嘛 對自己帶回去 但是有時候也是會有問題啊 就比如說張氏啊 他早些年的時候去大陸拍戲 你知道嗎 他那部戲叫什麼 五個女子什麼 一根繩子 反正他裡面是演一個智障嘛 有點智障的 然後又髒髒的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他也是啊 每個人發一個餐盤 然後去打飯這樣子你知道嗎 他是髒髒的還流鼻涕的 還沒清 然後他就去打飯 結果人家以為他是叫花子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打飯一看啊 住... 住... 不是我 我... 住... 製片 對啊 不給我吃飯 你讓我們男主角吃飯這樣子 有 我自己也發生過啊 你也有 我扮老妝嘛 我扮得很老很老 坐在... 因為像我們拍戲 像拍電視在大陸拍 是自己要背椅子去現場的 他劇組不會幫你準備椅子 說讓你坐 那我就扮老妝坐在那邊 那人家說 住看不要坐林志穎的位置 住看你到別的地方去 很悶 他也不理 這個解釋他也不理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危險的事 像我去年腰椎的橫骨第三節 就摔到骨折 休息了兩座裡 是調鋼師摔的啊 不是調鋼師 他是要做一個 先打幾下 再一個飛腿 再一個側翻 再一個搶背 連續的一個動作這樣下去 你自己做啊 我自己做啊 你是舞行嗎 是不是在搶背那一下就刻到 對 搶背那一下 太大力瞬間去撞到 通常會的都是在搶背那一下 那刻到 像那種不會 前面就已經不會了 還有一次是練習的時候 跳彈光窗 然後這裡面縫了大概七針吧 差不多 這裡也有縫 這裡常常受傷 還有就是跟舞行 千萬不能是同學 我以前是拍戲 我替針嘛 我同學嘛 一個什麼從二樓半跳起來 然後我在這邊看 不管我的事 反正我替針嘛 同學說 你自己跳啊 我同學你自己跳啊 他就下去了 就在那邊看 跳下來小康 跳下來 跳下來 我 怎麼辦 跳啊 怎麼辦 他跳下去 我說 你不是我替身嗎 對啊 哎呀 沒關係 我知道你會的 自己人 真的不能是 只要替身前他還是領走 你領走啊 你說這種什麼同學啊 沒有 真的嗎 絲綻 不會